非对称战争是交战国之间的力量对比 战略战术差异较大的战争 这种类型的战争被叛乱分子和具有非法战斗员身份的抵抗运动民兵用来对抗正规军 也可能被较弱的常备军用来对抗较强的常备军 非对称战争也可以指交战双方相互对立的冲突 由于资源不平衡 双方可能会试图利用对方的相对弱点 对称战的优点 1.对称战争比常规战争更具成本效益 2.对称战争比常规战争更有弹性、更适应性 3.对称战争比常规战争更能有效实现政治目标 4.对称战争比常规战争更能有效达成战略目标 5.对称战争比常规战争更能有效达成战术目标 非对称战争的一些例子包括 1.游击战 游击战是一种非常规战争形式 其中一小群战斗人员 例如武装平民或非正规军 使用伏击、破坏、袭击、小规模战争 打了旧跑战术和机动等军事战术 与规模更大、机动性较差的传统军队作战 2.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使用暴力和恐吓 非对称战争可以透过多种方式对抗非对称战争 1.反叛乱 非对称战争可以透过采用反叛乱战术来对抗非对称战争 反叛乱是一种军事和政治战略 用于透过解决冲突的根源来平息叛乱 反叛乱策略包括赢得当地民众的支持 改善治理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非对称战争可以透过多种方式对抗非对称战争 1.反叛乱 非对称战争可以透过采用反叛乱战术来对抗非对称战争 反叛乱是一种军事和政治战略 用于透过解决冲突的根源 来平息叛乱 反叛乱策略包括赢得当地民众的支持 改善治理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